别让你的人生成为别人纸上的数字 在让人绝望的垃圾堆里 也能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 面对是非的两端 我们还可以选择中间 我给不了你真相 但我能带你一起浑水摸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 那么你现在听到的这一期 是一个重新上架版本 之前的版本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被一个免费平台给下架了 所以我不得不删改这期专题 但是你也不用着急 是不是有什么删改 内容没有删结 只是个别改了一下措辞 修改的时间是2021年的4月3日 在此特此说明一下 好继续听专题 上一期的最后 我们讲到了一个非常恐怖的核攻击计划 就是所谓的凯森报告 虽然这份报告 当时做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 但是凯森的身份是国家安全顾问 他是一个专家顾问 真正要说执行的计划 那必须得交给军方去细化 于是在肯尼迪对这个凯森报告点头了之后 军方也就开始了真正的计划制定工作 于是军方忙活到了10月10号 然后这一天 肯尼迪召集了他的高级文物官员到内阁会议室 最后研究确定 对凯森制定的这个柏林核攻击计划 那么这一次呢 军方也拿出了一份更加系统的凯森报告的执行版 报告的牵头制定人是助理国防部长保罗尼采 他的这份报告的文件名字叫 柏林冲突中军事行动的排序 那一听名字就知道 既然说的是排序 那你说排什么序啊 那肯定就是从小规模的常规冲突 然后逐步升级升级升级到核战争的四个阶段 在这四个阶段里头 美军应该做什么 实际上军方在收到凯森报告之后啊 一开始他们制定的方案很短 但是呢随着凯森那边想法越来越完善 军方这边也就相应的 他越写越细致 结果有一天啊 他们发现这个报告已经超级的长了 所以呢就有人开玩笑 说现在啊咱们需要一个马毯 才能把这所有的计划都写下来 马毯就是过去西部牛仔 绑在马后部的那个睡毯 当然啊就那个毯子 它不一定是睡觉用 它是多用的 所以呢当时这帮人啊 就把这个细化的军事计划 就干脆叫做马居毯计划 听起来好像这个计划的制定地点 离北京不太远 因为北京有个地儿叫马居桥 它这是马居毯计划 那尼采本人其实也是一个鹰派 他对这个计划感到非常的满意 他自己说啊 他说我现在已经把一件不断给人以压力的事情 变成了一份条理非常清晰的完整执行计划 我相信这份计划呢 会给美国还有给美国的盟友极大的信心 那马居毯计划简单来说 它的内容是什么呢 那就是立刻马上向欧洲 部署11个国民警卫航空中队 另外呢 美国空军也应该马上向欧洲 再派遣7个航空中队 这个呢是航空力量部分 地面力量呢 美军应该立刻向欧洲补充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 并且呢 按照战备给他们进行给养 也就是说弹药都得配发下去 随时准备打仗 海军呢 也不能闲着 欧洲的大西洋海岸线上 必须长期准备好两个航母战斗群 因为万一碰到突发事件 你航母上起降飞机快呀 另外呢 情报工作也要加强 应该把驻扎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基地的第三装甲兵团 他那个下边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情报部门 应该把他们调到欧洲去 这样的话呢 可以进一步避免我们再次误判这些情报 但说实话 你调多少情报人员去呀 肯尼迪少爷也会误判的 这误判情报啊 跟那情报部门根本就没关系 他只跟你们这国家总统有关系 所以你说要命不要命吧 当然了 你可以听到这个计划呢 主要是以空中力量为主 不管是调的州国民警卫队 还是调的美国空军 还是美国海军 他调的都是空中力量 为什么要以空中打击力量为主啊 这答案很简单嘛 凯森的那个先发打击策略 他完全就是依靠空军的 有人说那投原子弹 为什么不依靠弹道导弹啊 主要是当时那个时代啊 弹道导弹不像是今天 虽然当时呢 美苏都已经有了弹道导弹的投送能力 但是主要的投送方式 还是得靠着轰炸机去投 也就是说 这时候部署空军 那就是朝着核战争去的 最重要的是 空军调度有动静 而且他快呀 你调度那个弹道导弹 有基地的地方动静太小 没基地的地方 你得先修基地 所以这一看 就表明不了你战争决心啊 哎呀 你一说到这个战争决心啊 肯尼迪听完这马居坦计划之后 他又开始犹豫了 虽然之前呢 他批准了凯森那个计划 但是今天一听尼采这个计划 他现在强烈的感受到啊 这事太快了 一步一步的已经要走到最终实施阶段了 那之前讨论计划这是一码事 可是真正进展到这个阶段 那就要准备开始打仗了 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他就又吃不准了 那全面战争这时候 他仍然不是肯尼迪少爷想要的东西 他呢也仍然相信 这也不是赫鲁晓夫想要的东西 这只是双方啊 迫不得已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仍然在关心那有限和冲突的事 他非常害怕啊 核对抗失去控制 导致全人类毁灭 当然他这个担心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担心的前提是什么呀 你得正确判断好了赫鲁晓夫的意图 那在欠缺这种判断的前提下 你的这种担心就会造成什么 就会造成更大的战略误判啊 所以尼采在做完了他的报告的时候 要求大家提问 肯尼迪就向尼采提问 说你这个计划好是挺好 但是我就关心啊 能不能选择性的使用核武器 不让他演变成全面的核战争呢 尼采立刻说那可不行 总统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 违背这个计划的核心价值啊 这个计划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呀 不就是要告诉对方 你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你会开始核战争吗 我们今天之所以坐在这讨论这个 还不是因为过去你以往的表现 是你让苏联那边认为 你根本就不可能会去选择核战争 也就是说对于苏联那边来说 你永远都不可能跟他们玩真的 然后他们才一步一步的继续逼迫你 所以尼采对苏联的看法 跟艾森豪威尔和克雷将军 保持高度一致 他认为现在这个计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抗苏联 你现在就得来狠的 你必须得让苏联知道 美国是真的要打 而且美国真的不怕打 这样的话 赫鲁晓夫那边才会让步 否则他们就会一直逼你让步 所以尼采明确的指出 他说这个核武器的计划 就是这个计划的原则问题 我们要通过这个计划 让苏联立刻清醒 怎么清醒 要么就放弃幻想跟我们作战 要么就放弃所有战争的想法 跟我们谈判 这样你才能重新夺回 对苏联的这个优势 再说明白一点 就算总统你最终不想通过这个计划 但是你也必须要去执行这个计划 你必须得让苏联知道 美国真的要跟你打仗了 所以这个计划你得批准 而且你真的得去执行这个计划 你得做战争准备 那当然了 尼采啊 他也知道 肯尼迪少爷心软 犹犹豫豫豫 关键是 他在这做报告的时候 那国家安全会议上 那很多人啊 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的眼神 看着他 都觉得他太冷酷了 你怎么能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说这么残忍的计划呢 所以呢 他也最后补充 他说我呢 说到底 我只是个军人 既然总统让我制定的是详细的攻击计划 那么我就不能考虑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应该是总统考虑的事情 不是军人考虑的事情 打不打这件事情 最终的主意应该由总统来拿 所以我做的这个计划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进攻计划 那么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 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形下 最好就是我们首先发起进攻 否则的话 我们极有可能会失败 而且更有可能的是 我们会同归于尽 因为这是一场核战争 哎呀 他不说这个话还好点 说完了这个话呀 这肯尼迪少爷就更难受了 那么按照当时的会议记录呢 肯尼迪总统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个谈话的细节 偶尔记一下重点 国务卿拉斯克呢 就在旁边观察这个肯尼迪 他听完了尼采的发言之后啊 他觉得很不安 因为显然在这个问题上 军方是不想承担什么责任的 说明白了 就是压力都是你政治这边的事 打不打是你的事 我只负责做计划 当然这也无可厚非 人家军人的职责就是这事 所以这个拉斯克呢 就想缓和一下这个气氛 他想提醒一下与会的诸位 尤其是他想提醒肯尼迪 不要忘记道德层面的考量 所以呢 他就补充了一句 他说我得提醒一下诸位 谁首先使用核武器 谁就得背上一个非常大的责任 而且他得在全世界的面前 承担非常沉重的后果 说完了以后 他发现没有人理他 最可怕的是 他发现肯尼迪啊 听完了他这句话 就像没听见一样 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甚至也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这拉斯克当时就心想啊 不好了 这少爷又犯病了 被人欺负了 就回家发狠要打仗 这打仗计划给你做好了 现在又不敢出去打了 关键是打不打不说 明显少爷不想承担什么责任了 所以呀 拉斯克就开始担心 说肯尼迪的立场 会不会再次不坚定 到时候又弄出一个 珠湾登陆那样的事 那他就更丢人了 不过呀 事后证明 肯尼迪并不想重演 珠湾登陆那种 真刀真枪的突然袭击 他被这事已经伤了 他根本就没有把握 这正是他不想选择 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丢人怎么办 所以呢 他听完了详细的进攻方案之后 他其实在这会儿 已经打消了主动进攻的念头了 但是呢 他也认为 这些鹰派们说的非常有道理 你想想啊 过去他一直说 艾森豪威尔是鹰派 你做的不对 可是他上来了 他现在没有一件事做对 肯尼迪少爷是业余 他不是傻子 而且肯尼迪少爷 承认错误特别痛快 他自己肯定也要反省 那就是为什么之前鹰派能压着苏联 现在我上来了 反而让苏联压着我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也打心里头开始认同 说凯森和尼采这些鹰派啊 他们这些计划的前半部分 确实是合理的 就是哪部分合理呢 就是我们美军 确实应该做出一个主动进攻的姿态 这样的话我才能把那苏联拉回到谈判桌上 但是这后半部分那就不合理了 因为这个责任实在是太大了 可是尼采不是说了吗 前半部分跟后半部分你是分不开的 你必须得真的做准备 要不然苏联怎么会相信啊 所以啊 肯尼迪这时候又陷入了纠结 想来想去 他决定啊 那行 咱们呀 先执行部署前面那段 后边那个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计划呀 这个准备呢 暂时就先不要做了 争取呢 就把这个事情的规模呀 控制在就算是双方逼不得也要打仗 最好就是在欧洲打一场常规战 美国呢 靠着有限的地面部队和强大的空中力量 跟苏军作战 双方最好都别用核武器 哎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平衡了 我又执行了鹰派的策略 我又很好的消除了这件事情的恶性结果 哎呀 要不然怎么说我肯尼迪少爷是个天才呢 所以呢 他在会上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 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 他就开始具体部署了 那么按照肯尼迪的命令 从10月开始 11个州的国民警卫队的空军中队啊 开始动员 216架战斗机先后飞往欧洲 参加一个叫阶梯行动的计划 这个计划呀 是国民警卫队的空中力量 到目前为止 搞过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海外空军部署 这些飞机呢 被调往了欧洲 但实际上还有大量的飞行员啊 留在美国 他们呢 正在接受一个特殊的投弹培训 那不用说你也知道了 这就是投送核武器的训练 当时这个训练啊 队内也是保密的 队员们不知道自己接受的是核武器训练 但是呢 他们训练的那个模拟地形啊 全是按照欧洲的地形进行部署的 而且对于投送的飞行高度 飞行速度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所以呢 这在空军那些飞行员里头呢 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人都是聪明人 他们自然已经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了 更重要的是 肯尼迪这个时候 要求驻柏林美军的沃森将军 跟他说什么呀 要随时做好事态升级的准备 但是呢 肯尼迪现在不是只想执行前一半吗 所以他特别要求沃森 说你一定要克制啊 什么叫克制呢 就是尤其不能听这个克雷将军的话 为什么你要克制 我现在正在争取跟赫鲁晓夫展开谈判 而不是展开战争 他和沃森的原话是 我不想要战争 如果战争不可避免 我希望不是核战争 所以你只有在有必要的时候 才可以有动作 那么他和沃森说这番话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这原因我们等会儿再说 那沃森将军呢 他也是聪明人啊 他自然是理解肯尼迪的意图的 也就是说肯尼迪跟他说的是什么呀 调兵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表演形式 不过这时候说这话可就有意思了 上一期我们说了 克雷九月到柏林之后 先是在这个斯坦因师徒肯这块飞地上 搞了点事儿 然后就是安排美军高速路巡逻 激化这个矛盾 一通作 结果这事儿把肯尼迪作几眼了 所以他不是刚把这事儿给叫停吗 而且他还派了克拉克将军过去 当着媒体的面宣布 以后美军调动必须得通过欧洲的司令部 这时候才过去几天啊 你怎么又变了 那到底我有没有权限调动 祝柏林的美军呢 你这话说的也没说清楚啊 什么叫做有必要的时候 什么样的动作才是合理的 哎 这件事情你说的可太模糊了 那不好意思 什么时候叫有必要的时候 需要做出什么动作 那这事儿我可以自己理解了 既然你没有说清楚 那我就听你在柏林那私人代表的吧 所以肯尼迪的态度变了正好 沃森和克雷啊 这时候正对他不爽呢 那既然你给了这么模糊的决策空间 那你就别怪这沃森用了 所以这事儿的问题在哪 你给一个军事将领下命令 结果你下了一个模糊的命令 那到底应该怎么执行 执行出什么结果 那无论出什么结果 其实都会超出你的意料之外的 果然啊 很快任沃森将军就执行了 就在肯尼迪政府紧锣密鼓 进行准备调兵的时候 引发危机的那个夜晚到来了 还记得8月13号 就是边界关闭当天晚上 值班的那个驻柏林美军 最高文职指挥官 小艾伦·莱特纳吧 自从这个克雷将军到了柏林之后 在沃森的允许下 这莱特纳已经成了美军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了 因为他是文职官员 所以他算是外交官 可是呢 他又是美军的军官 所以他具备双重身份 他的活动呢 既可以彰显美国的态度 也可以彰显美军的态度 所以从克雷来了之后 他就经常故意在东柏林活动 因为他的活动受法律保护啊 按照四国条约 盟军可以随意在整个柏林活动 那我是盟军军官 那我当然可以活动了 所以啊 他有事没事 就过去晃悠一下 用北京话说 就是欠 我来了 我又回去了 你就拿我没办法 我就是欠 于是10月22号 这莱特纳的老婆多罗西 在当地报纸上 看到了一个演出的告示 说有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实验剧团 要到东柏林去演出 他就跟这个莱特纳说 老公你陪我去看吗 实际上这莱特纳呢 他对艺术的兴趣并不是很高 但是他这个老婆喜欢看 他呢 就老陪他这个老婆呀 去东柏林看戏 哎 还就爱去东柏林看戏 西柏林的戏他不看 因为去东柏林看戏啊 主要可以犯欠啊 所以他老婆跟他一说 说行 去 上头了 一定得去 那在这个克雷来之前呢 实际上莱特纳夫妇啊 没事也老到那个苏战区去消遣 也不一定是去看戏 有的时候就是去逛逛公园什么的 这在之前呢 也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儿 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那柏林又没有边界 但是自从这个8月13号边界关闭了之后 他去看这个演出 他就有象征意义了 他知道东柏林的市民啊 非常希望在东柏林看到他 这些东柏林市民一看到他就很激动 莱特纳呢 也非常清楚 就是自己这个日常犯欠呢 其实对于这时候的东柏林来说 是一种激励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一次啊跟以往不一样 这一次东德警察硬起来了 其实在这之前啊 他也知道说这个事态正在变糟 东德正在查西柏林过去的人的这个证件 但是他当时不认为说这个东德警察 有胆量会阻止美军军官进入 可是就在这一周的时候 他也听到了一些消息 就说东德警察现在呢 他们不光在查平民的证件 他们也在查盟国公务人员的证件 其实这个传闻啊 是真的 东德警察那边真的在查 他们在查这个证件 毫无疑问 是违反四国协议的 关键是 他们也违背了苏联人的指示 这个传闻当时传到苏联的时候 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啊 还特别提醒东德当局 说东德人在没有苏联同意的情况下 不能对边界的事物做出任何的改变 你们不要刻意升级这个事态 那东德警察 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 这是因为当时乌布利西 正在莫斯科参加那苏共二十二大呢 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 大谈导弹和轻弹 但是几乎没有谈到东德 唯一提到东德的 还把这乌布利西气了够呛 就是赫鲁晓夫说啊 要把东德和平协议这事往后放了 美国现在正怕我们呢 正求着要跟我们谈判呢 那既然是谈判 咱也得给美国人点好处啊 所以东德的这个和平协议啊 暂时先不签 这事儿让乌布利西非常的愤怒 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因为这很显然啊 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 又犯了动摇不定 牺牲东德利益的这个老毛病 又准备把东德利益给交换出去了 所以乌布利西啊 先是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说我认为啊 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 就是苏联跟东德的和平条约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边界就白关闭了 我们现在就得一鼓作气 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是他讲完了这个话之后 赫鲁晓夫完全没回应他 所以他立刻就下令 让东德警察开始查美军证件 你不是不理我吗 行 我搞点动静来 我让你不得不理我 我就是要故意升级柏林的事态 我就是要给赫鲁晓夫你提个醒 苏联现在身不由己 你已经被我裹挟进来了 你必须要对这个事情做出反应 你看见没有 现在这事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啊 两德领导人都认为 苏联和美国会把自己给交易出去 只不过阿登纳人家早就放弃了肯尼迪了 他不对肯尼迪做任何幻想 所以现在在西德还在坚持这个想法的领导人 实际上是克雷将军 所以更有意思的事就是 这时候乌布利西跟克雷啊 想到一块去了 他们俩都想绑架两边的政府直接上车 不上我拉着你们跑 那你肯定觉得奇怪了 就算是这样 乌布利西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他私下做出这种决定 他不怕这个事情发展到他控制不了的局面吗 这时候你必须要考虑乌布利西的立场 东德这个时候 他经济体系已经濒临崩溃了 他没有什么能再失去的了 不关闭边界 他的人就跑光了 苏德如果不签这个同盟条约 东德根本就不可能自己维持下去 所以横竖都是个死 你说他怕什么呀 而且这个时候 乌布利西实际上也有误判 你看啊 东德单方面把边界给关闭了 西方做出什么反应了吗 什么反应都没有 不光没有反应 听肯尼迪那口气 这事他还认了 那西方既然已经接受我们单方面关闭边界这个事 那我现在检查个证件 他们肯定不会有什么后续反应啊 关闭边界这事儿不比检查证件更具侮辱性啊 所以乌布利西当时也估计 西方最多只会抗议 不会反抗 就算真的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自己也无所谓了 可是呢 这一次他对西方的判断啊 完全错了 你想啊 关闭边界的时候是利用局势 利用的是肯尼迪的误判 利用的是柏林人事空虚 利用的是维也纳会议的后续效应 相当于是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现在西柏林那边实际的扛把子 可是卢修斯克雷 这位爷呀 正瞅你不升级事态呢 你不升级 他都天天琢磨着要升级呢 你说你突然给了他这么一个好机会 他能放过吗 所以热闹就这么开始了 事后看来呀 这乌布利西跟这克雷将军 俩人简直就像个搭档一样 同心协力 掀起了一场超级大国之间的对峙 完全把他们远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上级 全都给装进去了 所以后来呀 甚至有阴谋论 说这卢修斯克雷跟这乌布利西他们俩 真的没有串通过吗 哎呀 其实这么想啊 真的也是有道理的 当东德警察开始检查这些往来人员证件的时候 克雷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下达了命令 他说啊 所有的美军官兵 谁也不要向东德警察出示证件 看看他们能怎么着 当然这个命令是通过沃森下达的 就在克雷下这个命令的同时 乌布利西也给东德的警察部队下了一个死命令 无论是什么人 无论是什么人 只要他不出示证件 一律不许通过都给我滚回去 你说俩人这个命令下的这个时间点 这叫一个巧 几乎就是同时出的命令 双方就这么杠上了 于是啊 22号晚上 这莱特纳带着媳妇开着自己的车 就这么来到了弗里德里西大街上那个查理检查站 准备去东柏林那边犯欠 结果呢 他就遭到了东德警察的拦阻 那么按照克雷的命令 莱特纳也是美军官兵啊 所以他拒绝向东德警察出示任何证件 而且还告诉这个东德警察 你这么查我的证件是违法的 还质问他们 是谁给你们的授权 你们这儿的苏联代表呢 把你们的苏联代表叫过来 我要跟他直接面谈 一般来说呢 碰到这种情况 那东德警察肯定就知道 这个人啊 是盟军高阶军官 所以基本上就不会再惹麻烦 摆摆手啊 就让这个外交官就通过就得了 可是不行啊 现在乌不利息下了死命令了 所以这些东德警察就说死了 你不出示证件 我坚决不放心 而且你不是想见苏联代表吗 对不起 今天是星期天 没法找到苏联代表 他们休息 而且我们也重申我们的要求 要么莱特纳 你出示证件 要么请你掉头返回 这时候 莱特纳那老婆多罗西啊 来劲了 你想想啊 那高级外交官的老婆 那平时都横行霸道惯了 你说谁敢拦他呀 所以啊 他开始在这个副驾驶上 大声呢 给这帮东德警察 讲解四国权利 说你们这样是违法的 美军有权利在柏林自由行动 结果这帮东德警察呀 死活不听 就是不放行 双方啊 在那僵了四十五分钟 声音越来越高 嗓门越来越大 争吵也越来越激烈 但是啊 这么大的动静 就是没有任何苏联官员出现 那么因为在莱特纳出发之前呢 克雷在一个会议上 告诉过所有的高级美军军官 一旦跟东德人员啊 在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的话 绝不能向对方妥协 就来硬的 出了事我扛着 抓住机会 尽量升级事态 不要害怕 就给我硬刚 你想想有这话 那莱特纳怕啥呀 他就觉得 那现在就是该到了升级的时候了 所以他就指着 这个东德警察的鼻子说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到底放行还是不放行 东德警察说不放行 莱特纳说 行 你等着 然后就拿起车上的车载电话 给克雷打了一个电话 摇银了 电话里头 克雷听到这个消息啊 异常的兴奋 跟他说 别理东德人 开车冲过去 莱特纳接到了这命令之后 立刻就准备硬闯 虽然他这时候知道 东德警察对于他们国家 试图逃跑的人 有当场射杀的这个命令 但是呢 他也知道 东德警察啊 别说吃了豹子胆 就是吃了二斤龙胆 他也不敢射杀美军 所以他冲卡的这个行为 不会有任何的风险 如果东德警察真的开了枪 那直接就是战争行为了 所以呢 他最后提醒这个东德警察 他说你看啊 我是美军的军官 真是抱歉 我有在柏林自由行动的权利 所以现在 对不起 我不跟你聊了 我走了 然后他就踩油门 猛的把车向前开出 几个东德警察 一下就愣了 马上就闪到一边 可是呢 当时这个查理少战啊 那个通道 已经被那个东德警方啊 给弄窄了 而且呢 趋了拐弯的 弄了好多个弯 所以莱特纳这个车也开不快 他开了没多远 这帮警察就反应过来了 然后又冲过去把他给拦下了 这一次警察包围了他的车 其中就有一个警察非常生气的在那喊 你现在该听广告了 你不是要找苏联人吗 浑水摸鱼上 从3月29号开始 就要连载全新的苏联专题了 过去那个苏联专题啊 因为做的时间比较早 录音的条件呢 也有限 讲法呢 也非常的粗糙 关键是当时呢 因为这个节目啊 是在这个斗鱼的平台上 向大家直播的 所以他的尺度呢 也受到很多的限制 那么这一次的苏联专题呢 是一个全新的录制版本 文案呢 也大量的扩充了 并且呢 他会跟中国近现代史的那个专题 还有我们这个肯尼迪的专题啊 产生诸多的交集 当然了 他是一个付费专题 售价呢 还是68块人民币 购买付费专题的方式 请你搜索浑水摸鱼电台 获取更多的信息 那么我相信 这个专题始料的丰富程度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也在此呢 非常感谢 各位通过购买付费专题 这种方式 支持我这个节目播下去 那么按照惯例呢 我们要在此感谢一下 2021年第11周 在浑水摸鱼平台上 消费的前三位大富豪 他们是Tibet 暗中观察小橘子 还有Drake 当然了 也感谢所有没有念到名字的听众朋友们 不管你是免费听众 还是付费听众 只要你能坚持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同时呢 也希望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 收听我们本期节目 都能多评论 多留言 多转发 多点赞 在数据上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让他获得更多的曝光量 让这个节目呢 能更好的发展 好了 广告就说到这儿吧 到时候免得又有人在那砸手机了 听一期节目 摔一台手机 这个听节目成本太高 所以咱们还是接着说 这个东德警察呀 就冲这个雷特纳喊 你不能再往前走了 你就一直在这儿等到明天早晨 苏联人来吧 如果到时候有苏联人来的话 而就在与此同时 克雷接到了这个莱特纳的电话之后 他正在非常激动的调兵前将 按照后来他自己的回忆 他说那天呀 他兴奋的连晚饭都没吃 哎呀 所以你想想这克雷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 简直就是个战争狂啊 这要是放我小时候 估计就是那种碰着打群架的 甭管有的事没的事 都得过去踹两脚那种人 当然了 这里头我们必须得具体说说 说这个克雷他到底在怎么调兵 他手里是没有权限的 这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而且上次喀拉克将军过来 已经说过这问题了 你不能通过沃森调兵 但是因为肯尼迪给沃森的这个命令 特别的模糊 这就导致他又可以通过沃森调兵了 而且这个兵他这次调的是理直气壮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天前也就是10月18号的时候 这克雷啊给肯尼迪写过一封辞职信 他写这封信也是没有办法呀 因为克拉克将军过来叫停了他的军事行动 他又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不断累积的这个挫折感 这就促使他必须要给肯尼迪啊 写一封私人信件 他毕竟是总统的私人代表吗 而且他唯一的权限不就是跟肯尼迪通信吗 所以这是他唯一能给肯尼迪施压的方法 实际上在任用这克雷之前啊 国家安全顾问乔治邦迪就曾经警告过一次这个肯尼迪 他说你用克雷啊 这其实就是在犯另一次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关系的错误 什么意思呢 这部分呢请你听中国进现代史 简单来说就是当时麦克阿瑟跟杜鲁门叫板 意见不合 结果杜鲁门就把他给解职了 结果他没想到麦克阿瑟回国啊 就说要选总统 而且他支持度还特别的高 结果杜鲁门的政治声望啊 一下就受到了重击 支持率急速下降 那邦迪就认为呢 肯尼迪用克雷就好比是杜鲁门用麦克阿瑟 本来你们就不是一路人 你民主党总统 你用保守派人物帮你做事 你让他干吧 他和你不一条心 你不让他干吧 舆论上会给你拉分 而且这克雷真的很危险 这人是个战争狂啊 他进攻性太高了 最关键的是乔治帮迪啊 有后边一段他没说出来 你想想他什么意思啊 就肯尼迪你对苏联战争这觉悟上 犹豫不决这事儿 你都到现在了 你还那想着跟赫鲁晓夫让步呢 所以克雷做任何事情 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压力 你俩关系肯定会有问题 所以你说从凯森到尼采 到乔治帮迪到拉斯克 就说肯尼迪这个团队年轻 实际上明白人也不少 这事儿真的就让帮迪给说着了 克雷在他那信一开始就故意说 如果我和总统想的不一样 你也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我不会像麦克阿瑟那样的 我会对咱们之间的这个交往啊 完全保密的 但是总统先生 我请你想一想 这柏林有多少记者啊 我在这什么声望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事儿就算我不往外说 那记者们又不是吃干饭的 所以最终咱俩的矛盾啊 还是会暴露出去的 你看见没有 这话说的就很巧妙 反正这事儿要是被外界知道了呀 责任不在我 我提前跟你说好 先把这话说出来 紧接着就是对肯尼迪的一系列批评 他说自从我重返柏林以来 我认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保持了西柏林人的信心 如果西柏林人对美国失望 那么这个失望会蔓延到全世界的 言外之谓就是那些盟友怎么想 那我做这些是因为什么呀 是因为8月13号 总统你在边界这个问题上 处理的非常不恰当 当时明明不用冒太大的危险 咱就能阻止这件事情 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要进行战争 才能阻止这个柏林墙的修建 我们当时完全可以派一些非军用的卡车 在特定的地点来回穿梭 我让你那个墙搭不起来 光是这种有限的行动 很可能就能直接废弃掉 对方修墙的这个计划 那么总统为什么你不做呢 你不做这件事情的后果 就是东德和苏联当局 不断地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 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小事 但是美国当局 没有对任何一件小事做出回应 我来了之后 马上就回应了两件小事 但是我换来的是什么呀 欧洲的司令员跑到柏林来骂我的同僚 这同僚指的就是沃森 所以我对总统你赋予我的这个职位 我感到非常的失望 我认为我在这待着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些小事你都不去想要 那我告诉你 这些事情归隆起来 它的影响一定会比总统 你想象到的要严重的多 所以这封信 要么你同意我辞职 要么你就听听我的意见 我认为在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 地方司令官 也就是沃森将军 在征得我的建议和同意之后 必须有下定立即行动的权利 这种权利不应该是在欧洲司令部下级 而是应该跟欧洲司令部平级 如果我们在使用武力这方面 不能及时的做出决策 又不愿意冒一定的风险 那我们一定会丢掉柏林的 而且我要提醒总统 如果我们不能清楚的表示 我们已经到了危险关头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那我们才反而有可能被推向战争 所以我话说完 你自己去想 所以可想而知 肯尼迪收到克雷这封信以后 他得有多么的不高兴 这克雷就是公然的要挟他 可是他又实在不敢给克雷什么权限 但是现在你不给他就要辞职 所以他这才没办法折中了一下 他才跟沃森说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话 做好冲突升级的准备 在必要的时候进行行动 他这时被克雷已经逼得没有办法了 但是你别忘了 沃森本人他也不赞同肯尼迪对柏林局势的这个不作为呀 所以实际上他还是相当于把权限给了克雷 那就好办了 克雷当然就可以通过沃森调兵了 而且沃森这个时候也非常适时的告诉克雷 按照白宫那边刚刚调整过的应对策略 我现在并不知道什么情况叫做紧急情况 什么情况叫做有必要的情况 我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反应 我现在只知道我得到了判断紧急情况 和做出紧急反应这两件事情的授权了 但是总统没有给我任何详细的命令 所以我就得听这个总统私人代表的 因为您代表总统啊 哎呀也不知道这总统私人代表能不能给我出出主意 哎呀关键你说我也迷茫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调兵啊 往哪调兵啊 克雷说那还犹豫啥呢 整 于是第二战斗分队的一个排乘坐两辆装甲车 立刻就从美军的兵营火速赶到查理检查站 紧随着他们出发的还有四辆M48坦克 这四辆坦克还都配了推土铲 也不知道是打算要干什么 看起来好像是要去推那墙 那么与此同时呢 克雷跟沃森两位啊迅速就转移到位于克雷大街上 美国领事馆那个地下室 在这地呢有一个紧急行动指挥中心 这是一个很深的地下防护公式 这个公式还有一个绰号叫地宝 大家一听这地宝 哎估计觉得耳熟 这地宝也不是美国人修的呀 对这地宝啊是希特勒修的 但是这不是希特勒那个指挥部 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备用指挥部 始建于1936年后来呢因为希特勒不用 所以这个地宝呢就给了第三帝国空军用 战后呢美国就把这个地宝给占下来了 因为就在美国占领区嘛 1948年那个柏林危机的时候 就是搞空运那一次 克雷就是在这个地方指挥的整个运输行动 所以当克雷啊再次走进这个地宝的时候 那叫一个殆尽 走路都生风 那地宝里工作人员一看他走进来啊 那都喘不过气来了 他自己那个自我感觉也特别的好 自己这辉煌啊还得靠自己 真是社会很单纯 复杂的是人呢 于是呢这场大戏就慢慢的拉开 那在克雷调兵潜将的时候 莱特纳还在那儿被东德警察围着呢 这个时候在查理检察站西侧100米的地方 就是美国的宪兵哨所 莱特纳呢开车试图冲过查理检察站 然后又被东德警察给围在那儿的时候 美国的宪兵司令罗伯特萨伯利克中校啊 已经赶到了现场 他当时呢正在拿着望远镜 紧张着注视着这个莱特纳跟东德警察的对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电话响了 电话那一头正是克雷将军 克雷直接就向他下达了命令 说你现在立刻去查理检察站 干什么去 稳定住局势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给我让东德警察后退 远离莱特纳的车 不要害怕 援兵马上就到 于是萨伯利克中校啊 立刻就跳上指挥车 加速就冲向了查理检察站 因为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东德警察呀 注意力都在莱特纳那辆车上 所以萨伯利克的这辆车呀 直接就冲过了查理检察站 一下就停在了那个莱特纳的车的旁边 几乎就撞上了几个东德警察的腿 结果把这几个东德警察呀 吓了一大跳 一边闪一边大声的骂 可是刚骂了没几句 他们就闭嘴了 为啥啊 因为他们突然看见呀 美军的装甲车 还有后边跟着四辆坦克 朝着这个边界滚滚而来 这个气氛非常的尴尬 你说骂吧 这个没胆 你说不骂吧 派人看不起 所以呢 大家互相看了一下 只好就僵在那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另外一名美军的宪兵啊 从指挥哨所里头冲了出来 因为他刚刚又接了 克雷的另外一个电话 他呢 直接就跑到莱特纳的汽车旁边 因为这个时候 东德警察已经往后退了 有一定距离了 所以他走到了副驾驶 然后他示意多罗西啊 把窗户摇下来 多罗西把这窗户摇下来 这个宪兵就说呢 请您下车 离开现场 当然这多罗西啊 现在来劲了 他呢又担心他丈夫 他说我不下车 我拒绝离开 我有权利坐在这 然后呢 这个宪兵啊 看起来有点为难 他又掉头跑回到那哨所 过了几分钟又回来 然后跟多罗西说 真对不起 这是克雷将军 亲自命令 莱特纳夫人立刻离开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说 我们现在马上要执行一个军事行动 不能让夫人卷进来 莱特纳一听 马上明白啥意思了 就示意这个多罗西 说你赶紧离开吧 现在已经是军事行动了 你是平民 于是呢 他老婆呀 跟着这个宪兵 一块离开了现场 就在这两个人 刚刚走回西柏林的边界内 两个步兵小队 每队四人 从装甲车上跳下来 每个人手上都端了 上好刺刀的M14步枪 然后马上散开 进入了战术位置 占领了弗里德里西大街 西柏林这一侧 查理少站两边的那个入口 并且呢 马上举枪瞄准了东德警察 就在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四辆坦克正好就开到跟前 然后所有的炮口都指向东德警察 这一下就让这帮东德警察慌了神了 这上边让我们来值班 说不放行 说是死命令 他也没说会有坦克开过来 这咋还整几眼了呢 就在他们慌神的这个时候 美军开始用德语向东德警察喊话 要求他们立刻向后退 这帮东德警察现在都完全慌了 赶紧就往后退 那美军说啥我们就做啥吧 东德警察一后退 莱特纳车前面就没有阻挡了 所以莱特纳立刻开动汽车 缓缓的向前前进 然后两边的这个步兵小队啊 立刻非常有默契的就跟上了他 一边一队一共八个人 就这么举着枪 包夹着这个莱特纳的汽车呀 向前移动 很快莱特纳的汽车就成功的穿越了 最后一道障碍 进入到了东柏林的边界 之后旁边有一个排长问莱特纳 说下一步怎么办 是在这停车吗 莱特纳一摆手说不 于是第一次在战后的柏林 美国占领军的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进入到了苏联控制区里头 然后八个人夹着这一辆车 彻彻底底的行驶了一回四国全力 不过呢 他们也没走太远 那毕竟旁边这个步兵都是用腿在走 车开得太快 开得太远 那步兵也跟不上 所以呢 莱特纳这一次只是象征性的过了两条街 然后就掉头往回走 整个过程 两队美军一直跟随 他们整个的行动范围呢 也都在美国的这个坦克炮口的覆盖范围之内 东德警察呀 没想到自己会面对这样的阵势 所以他们呀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帮人呢 就远远的站着 也不敢动了 等到莱特纳安全的回到美国占领区之后 旁边的人问他说 现在怎么办 他想了想 他说不行 还得再次表明立场 所以啊 他就准备再开车来一圈 那么这一次呢 他决定要制造一些舆论效果 他心想呢 我冒这么大风险 我去转一圈 我必须得让全世界知道 美军在柏林的自由通行权利 是不可侵犯的 这个时候 距离莱特纳被拦下 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 这个两方对峙的消息呀 早已经传遍了整个柏林 西柏林这边呢 大量的记者都已经赶到了现场 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个叫 阿尔伯特赫姆辛的人 这个人呀 是美国马歇尔计划公共信息官员 但是呢 他是个德国人 他为美军工作 他主要就是负责重建欧洲的信息宣传工作 具体什么内容呢 就是拍短片 所以呢 他算是一个官方的新闻人员 莱特纳一看他在旁边站着 一下就认出他了 他还带着摄像机 所以马上啊 就示意他 你过来 咱上车 说你做副驾驶 咱俩过去转一圈 你给拍个片 这阿尔伯特赫姆辛呀 心里砰砰直跳 他从来没参加过这类军事行动 但是呢 这莱特纳理论上来说 算是他的上司 那老板都叫他去了 他也不能不去呀 所以啊 他就硬着头皮 钻进了莱特纳汽车的副驾驶座位 然后两个人再次朝查理检查站冲过去 这一次呢 这东德警察都回过味来了 这也太丢人了 这要不拦的话 以为我们怕他呢 所以他们再次上前 封锁了莱特纳的前进道路 但是这一回 莱特纳没有跟东德警察对话 他只是把手伸出车外 示意刚才的美国士兵 再次跟我一块行动就行了 于是呢 刚才那两队美军又包夹了上来 再一次护送他进行了一次穿越 这东德警察一看美军又来了 也就又一次靠边站了 而这个时候呢 在克雷的指挥中心 美军的政治顾问霍华德特里夫兹 给苏联司令部打了电话 要求他们火速派一名苏联官员 到查理检查站解决这件事情 等这个莱特纳第二次 跑东柏林绕行回来的时候 一个苏联代表终于到达了现场 但是这个苏联代表啊 非常的懵 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弄到这一步的 因为苏联方面 当时没有任何情报通知到他 这事是乌布利西自己做的主啊 所以在跟东德警察沟通了之后 又跟美国人谈话了之后 他呢做了他当时唯一能做的 就是向莱特纳道歉 说对不起 是东德人啊 没能认出你的级别和身份来 我觉得这事是个误会 大家就散了吧 但是这时候你别忘了克雷给莱特纳下的什么命令 你给我使劲作 能作多大作多大 所以莱特纳根本就没理这个苏联代表 而是直接开着车 第三次冲过了查理绍港 又跑到东柏林那边去转了一圈 这一次呢 没有美军跟上 因为有苏联代表在场约束这些东德警察呀 不过莱特纳呀 叫了一辆民用汽车 然后让赫姆辛开着这个车 说你跟着我 咱一块转去 这件事就比较有象征意义了 因为现在不光是美军的身份可以通行 民用汽车照样可以通行 那因为东德警察现在不敢有下一步的动作呀 所以他就再一次眼睁睁的 看着这个莱特纳开着车过去了 因为这一次没有步兵了 所以这两辆车开的比较远 沿着弗里德里西大街 一路开到临灯大道 然后左拐又拐向了伯兰登堡门 然后再左拐又拐回了弗里德里西大街 中途没有遭到过任何阻拦 转悠了十分钟 然后回到了西柏林 等他们再次通过边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更高级的苏联官员 这个人是苏联占领军的副政治委员 拉扎列夫上校 他到达现场之后呢 很冷静 首先呢 他找到来他那儿 再次向他为东德人的行为啊 表示道歉 但是他说呀 这件事情你们也有责任 因为按照规定 你们应该给我们一个 你们盟军车牌的一个传真件 我们这边要做备案 这个车呢 因为你没有通知我们 所以东德警察这边啊 不知道您这个车是不用检查的 还有 就算是我们这边检查 你们把坦克开过来是什么意思呀 而且你们的美军士兵 刚刚进入到了东柏林 进入到了苏联占领区 并且事前没有跟我们进行任何沟通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把这个行为 理解为武装入侵 莱特纳呢 没有被这事唬住 他呢直接就反驳 美军的自由通行 这是我们占领军的权利 我们既然没有阻挡你们苏军 在我们这个占领区自由通行 你们为什么要阻挡我们呢 那既然你们阻挡了 你们死活不让我过去 那我当然得叫军队来维护我的权利了 那么扎列夫上校呢 他没有跟莱特纳呀 进一步展开辩论 因为这不是他的工作 现在的问题是他也很懵 所以这一天晚上的事情 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第二天早晨 克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跟所有在西柏林的记者说 虚幻已经被打破 东德人和苏联人 必须要对阻止盟国进入东柏林 负全部责任 那么在他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东德那边也没闲着呀 东德政府发布了一份政府公报 正式通知 从今以后所有外国人 除了身穿军服的盟军军事人员之外 在进入民主德国的时候 都必须要出示证件 你看没别的 责任不在我们 在谁呀 在莱特纳没有穿军装 所以我们查他的证件是合法的 同时呢 东德新闻社发布了一条简讯 说昨天晚上也就是周日的那个事件 是由一个身份不明的平民 携带一名身份不明的女人 后来又跟一个酗酒的罪汉引起的边界挑衅 所谓身份不明的平民说的就是莱特纳 身份不明的女人说的就是多罗西 那个醉汉说的就是赫姆辛 赫姆辛来前啊是喝了点酒的 所以东德新闻社直接就说他是个醉汉 东德电台呢更有意思 突然就插播了一段英文广播 你想想东德电台啊 它应该是德语广播 但是他突然就插播了英文广播 那显然啊 这不是说给东德人听的呀 这肯定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呀 这广播的内容是什么呀 这一下子莱特纳先生啊 恐怕是要过很久 才能再次来到东柏林 见他那个东柏林的女朋友 跟他周末同居了 看见没有 骂人不带脏字 还挑拨了一下他们夫妻关系 那么这个时候在华盛顿 肯尼迪总统啊心烦意乱 他就觉得啊 怎么所有的人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呢 我正在试图跟苏联人发起谈判 你们在这给我挑起新的事端 他跟新闻秘书塞林格说呀 我没有派莱特纳去东柏林看歌剧 这场歌剧有那么重要吗 你看啊 光是从他说的这句话 我们就能看出来 他对这件事情 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他确实没派莱特纳去东柏林看歌剧 但是这是他的私人代表 克雷将军派的呀 克雷四天前给你写那封信的时候 你就应该已经预见到了 你对这个信做出的回应 就会造成这种结果 结果你竟然觉得这个事态升级 是一个很出乎意料的事情 那你说一个美国总统 他对这个局势的判断能力也太弱了吧 那么受到这件事情的激励呢 克雷还来劲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啊非常的漂亮 于是他决定给华盛顿提出进一步的建议 他还要告诉华盛顿 怎么才能兼顾发起谈判和炫耀武力 所以他马上给这个国务卿拉斯克写了一封电报 电报里克雷就说了 我同意你拉斯克的观点 什么观点呢 就是拉斯克之前说呀 东德边境啊 那个检查站让你出示一下身份证 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事 就配合一下就完了嘛 不要激化矛盾 哎 克雷说了 说我同意 这件事情确实不是一个什么大事 但是我仍然认为 美国必须得反击这件事情 正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个大事 所以我们才得反击 因为如果我们不反击 那么在你们跟苏联谈判之前 苏联就会把我们手里残存的这些权利啊 全都给夺走 这样一来 就算你们坐到谈判桌上 你们有什么可谈的呀 你有什么资本跟他谈呀 难道你想跟他们谈我们剩余的权利吗 我告诉你 没有什么剩余的权利 每一项权利都是我们发誓要用武力去保卫的 然后这封电报还不客气的要求这个拉斯克 说你必须马上召见苏联大使 你必须要告诉这个苏联大使 美国反对新的东德的边界管理办法 东德必须立刻收回所有他们这些新的法令 如果不收回 那么美国必须要拒绝跟这个苏联啊 就柏林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他还说呢 我这是为你们好 这样的话才能改善美国在柏林的地位 关键是我们还能测试一下赫鲁晓夫的谈判诚意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的盟友现在怎么想 如果我们都没有一个跟苏联对抗的决心 我们的盟友会有吗 他们有胆子去跟苏联对抗吗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也要为法国和西德还有英国想一想 最后呢 克雷还非常贴心的跟这个拉斯克说 如果我现在保持强硬态度呢 你召见苏联大使啊 你们不好谈 好像咱们没有诚意 这样吧 从明天开始 我停止所有边境的军事活动 我给你留出时间来 你去跟苏联大使谈 谈完了以后你告诉我 我这边呢 反正军事配合你 你看兄弟 这样行不行啊 这拉斯克读完这封信呢 就开始上火 哎呀流鼻血 好 我是国务卿啊 你是国务卿啊 那怎么跟苏联谈判这事 我用得着你教我吗 而且你这给的我是建议吗 你这不是在命令我吗 所有东西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这电报说是给我建议 你不就是让我照做吗 所以啊 他很生气 他立刻就给这个罪魁祸首 莱特纳打了一个电话 说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到国务院驻地 你不许再听这个克雷的命令了 而且你给我转告克雷 你说的这些我通通都不接受 提醒他一下 国务卿是我 军事配合应该围绕在外交周围 而不是反过来 另外他也提醒这个莱特纳 你要记住 克雷不是现职 你的军队直接汇报对象 是沃森将军 你的政府汇报对象 是我国务卿拉斯克 你最好要明确这一点 莱特纳说你放心 前两天我上演的这个边界穿越事件 完全是意料之外 而且说实话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令人难堪 我这个难堪在哪呢 你看我一直在搞外交 我从来都没有受到过这么多的媒体关注 关键是东德那边的报纸还在骂我 连我在东柏林有个女朋友都给我安排上了 西柏林这边玩了命的夸我 说这位在柏林的美国最高官员啊 终于显示出了美国阳刚的本色 哎呀我一夜之间呢 我就在这个西德家喻户晓了 弄得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习惯作为公众人物啊 所以呢接下来啊 你让我搞我也不搞了 但是莱特纳话锋一转 他说我个人认为啊 克雷将军的措施是非常得当的 我也认为呢 他给国务院的建议是非常得当的 其实啊我非常的感兴趣 我想知道啊 你到底见不见苏联大使 拉斯克这边说啊 我见不见苏联大使不关你的事 但是呢他听这个莱特纳这么说呀 他自己也开始琢磨 最关键的是莱特纳跟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看啊 为什么说克雷将军的这个措施特别有效 你看他瞬间就让苏联的高官现身了 而且这件事情之前我们一直在跟东德方面交涉 克雷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让苏联人现身了 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我们跟苏联在交涉 难道你不觉得克雷的方法是一种非常直接 但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吗 哎你别说 拉斯克这么一琢磨吧还真是 所以呢 莱特纳就进一步建议 我觉得呢 克雷将军说要继续试探他们 但是他想给你流出跟苏联大使见面谈判的时间 那我现在呢也非常理解 拉斯克你在这件事情上啊 非常的难堪 你让克雷绑架了 但是我觉得这两件事不冲突 克雷可以继续行使他行之有效的这个策略 同时呢 见不见苏联大使这个问题是你的自由 克雷的行动有效 可以压制苏联 可以压制东德 你们在外交上有什么部署 跟这事儿一丁点冲突都没有 是谈是打都行 这么一说 这拉斯克就明白了 他说那行吧 克雷如果想试探呢 我不管 咱们呢就当今天这个通话没有进行过就行了 于是外甥打灯笼 一切都照旧 那就在这个克雷跟这个拉斯克通信的这同时呢 沃森将军他也没闲着 毕竟他才是名义上驻柏林美军的最高负责人嘛 你不能说东德警察突然干了这么一件事 引发了军事对峙 然后美军后续不发表任何意见吧 所以按照职责权限 他也向苏联方面提出了正式抗议 他跟苏联人说 我们对东德警察企图控制美军通行的行为啊 感到非常的愤怒 10月25号的时候 沃森给国务院做了一个简报 说这个事情全怪苏联 没有苏联的允许 东德不可能敢干这件事 所以我看啊 所有的责任都在驻柏林苏联司令官索洛维耶夫上校身上 他根本就没有尽到苏军约束东德警察的责任 而且他已经给他写信了 要求苏联当局立刻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 那沃森没说瞎话 他真的给索洛维耶夫写了一个抗议信 索洛维耶夫上校收到沃森这抗议啊 也是哭笑不得 因为这事他们确实不知道 都说了是乌布利西私下干的吗 他这都一脑门子懵逼呢 正没地方撒气 结果收到沃森这么一封措辞严厉的抗议信 那自己也不能服软啊 都是军人 那你硬我得比你还硬才行啊 那咱俩这刺刀得拼起来啊 所以这索洛维耶夫啊 就回答着沃森 说这件事情跟苏联到底有什么关系 拦截你车辆的时候 请问有苏联人在场吗 这明明是东德政府的事情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把苏联跟东德政府连在一块 东德是个法治国家 苏联也是个法治国家 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 再说了 这次事件责任全在美方 是你们美国企图派武装士兵越过检查站 而且你们还把美军的坦克留在区界 你们这就完全是公开挑衅 是你们首先违反了民主德国的规定 违反了民主德国的法律 哎你别说 经过他这么一描述啊 这个事件变成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 当然了 索洛维耶夫也知道自己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因为现场有那么多的记者啊 你毕竟是东德警察先拦美军的呀 美军人家去东柏林是合法的 所以呢 他又在这封信的后边补充 他说啊 有适当身份的美国军人 可以不受阻碍的越过区界 只有在警卫不清楚他们的国籍的时候 和他们的身份的时候才会被拦下 那么这么看来 要求过境者提供身份证明文件 合不合理呀 很合理呀 所以啊 就是你们错在先 我不听你们的解释 不听不听蛤蟆念经 另外他还警告 你们现在的问题 是你们把坦克开到边境 跟我们来对峙 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你们这种行为啊 会引起我们这边的相应行动的 我们也有坦克 但是我很讨厌 采取这种行动的想法 我相信你们会重新审视你们的方针 哎呀 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非常的明白了 双方终于都成功的 把自己的老板给驾上车了 克雷和乌布利西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这俩老板怎么办 赫鲁晓夫跟肯尼迪这俩人 他们做好准备了吗 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看赫鲁晓夫 很显然他做好准备了 他知道乌布利西造成的这个事件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这个事件在这个时候 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但是你别忘了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正在开苏共二十二大呢 他在二十二大上 说了半天苏联不怕美国 苏联比美国更强大 美国对苏联瞠目结舌 苏联会坚决报复美国的挑衅 他把肯尼迪玩弄于鼓掌之上 这么多漂亮话说出去了 结果就二十二大还没闭幕呢 柏林就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这说了半天 你连个乌布利西都控制不住 你这不是打脸吗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 是一件很下不来台的事 但是没关系 他有觉悟 他立刻就指示科聂夫元帅 说驻东欧的苏军啊 给我随时做好准备 他还提醒科聂夫 如果美军想在柏林 用坦克来解决问题 那我们也应该准备好坦克 你可以看出来啊 赫鲁晓夫明显也觉得 这个事很意外 但是他对事态的反应速度 算是比较快 也比较正常的 所以这么一看 十月三十号 沙皇炸弹事报 很可能也是这件事情的 后续反应之一 他需要通过快速的反应 来堵住这些反对派的嘴 他面临的首要压力 是他党内的压力 更重要的呢 还有一点 就是他要继续玩这个肯尼迪 所以他必须要让肯尼迪 看到他在核战争上的那个决心 那咱再看看肯尼迪 肯尼迪这边就非常有趣了 他在第一时间 他只觉得非常的头疼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没有对这件事情 做出任何明确的指示和判断来 但是这个时候 他不做指示和判断 已经来不及了 有两方人马杀到了 哪两方啊 首先是法国人 法国总统戴高乐 突然在23号 也就是柏林发生对峙的第二天 紧急就召见了美国驻巴黎大使 詹姆斯·加文 戴高乐直接就跟这个加文说 我对边界关闭之后 肯尼迪政府的反应非常的不满意 现在看来 肯尼迪政府应该是已经接受了 柏林永远分裂的这个事实了 而且让我非常担心的是 肯尼迪似乎乐意于跟莫斯科讨论 承认这种状态是永久的 那么我现在不得不担心另外一件事 肯尼迪在将来 会不会把西德也交易出去啊 都别说德国统一的问题 就肯尼迪这么上赶的找赫鲁晓夫谈判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吃憋 说实话 我对肯尼迪政府非常没有信心 另外就说谈判这个策略 我不认为现在这个谈判策略 是一个正确的策略 我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利于肯尼迪谈判的条件 我能看到的 除了美国对苏联继续让步 我看不到这个谈判 对盟国这一方有任何的益处 只能消极的改变欧洲政治力量的对比 而且现在肯尼迪的策略 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盟国的士气 这样的话 只会让苏联人变本加厉的 在欧洲不断扩张 而且他非常清晰的说 我认为肯尼迪跟赫鲁晓夫的这个较量 一直都处于下风 那么当然了 他找这个加文 他不光是抱怨 他也说了具体他的想法 他认为啊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哪个选择也不应该去跟苏联谈判 苏联如果不想进行全面的核战争 那么你就不用着急去跟苏联谈判 你谈什么呀 如果现在苏联想进行核战争 那盟国现在应该做的是拒绝跟他们谈判 因为你一旦去跟他们谈 你就会在他的威胁下进行谈判 你去谈的那一刹那 你已经输了 一个人是不能跟正在威胁他的人达成协议的 苏联在用原子弹威胁盟国 还在修柏林墙 还威胁说要跟东德签订这个条约 他们不保证柏林通行 还在进行战争叫嚣 在这样的情况下 请问肯尼迪总统 为什么想到要去跟苏联谈判呢 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 就是如果他们以武力来威胁我们 我们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们 看看会发生什么 其他任何的立场 都不仅会给德国带来巨大的代价 而且还要把我们大家都裹挟进去 最后他补充 说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战争的情况 那么法国会和盟友们站在一起 哪怕是直面战争 这是23号发生的事情 第二波人是西德人 这个事情发生在24号 西德驻美大使威廉格雷伟 直接冲到白宫求见肯尼迪 他给肯尼迪带来了阿登纳的口气 格雷伟呢 开门见山 上来就说 阿登纳总理非常担心肯尼迪总统啊 缺乏支持西柏林和德国统一的决心 所以阿登纳总理啊 不得不考虑西德可能要孤军奋战 联邦德国呢 已经做好了准备 为了保卫柏林的自由而战 另外 格雷伟非常准确的指出了肯尼迪的部署 说阿登纳呢 已经观察到了美国向欧洲增兵的计划 但是 仅仅是增兵还是不够的 我们只有做好了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准备的时候 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 你就说这个阿登纳有多敏锐吧 一眼就看出来这肯尼迪少爷跟那干什么呢 计划就执行一半 后边困难的不执行 所以格雷伟说呀 阿登纳认为 现在是时候向苏联人啊 表明我们要使用核武器的决心了 我们必须要让苏联清楚的知道 苏联本身就是打击目标 你就想想啊 在白宫里做的这个马居坦计划 阿登纳虽然不知道 但是他基本上已经把这个计划呀 猜得七七八八了 这不就跟凯森和尼采做的那个计划的原则 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两拨人23号来一拨 24号来一拨 这戴高乐跟阿登纳的表态啊 直接就把这肯尼迪给整懵了 这事现在可太有意思了 边界关闭之前 巴黎外长会议的时候 英法德三国外长都表示 不支持肯尼迪跟苏联作战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大家都不会参与的 这个很大程度影响了肯尼迪 对柏林墙这个问题的处理 可是现在一夜之间 大家又都做好准备了 你们这帮老不死的 是不是故意玩我们肯尼迪少爷呀 但是这件事情啊 你自己想一想 你说这些盟友 他们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呀 那不就是因为肯尼迪少爷自己吗 如果没有朱湾入侵 美国这么狼狈的收场 就不会有维也纳峰会 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这个妥协 英法德就不会有肯尼迪 出卖盟友的这个担心 那八月的外长会议 大家肯定不会是这样的表态 之所以肯尼迪被两边反复折腾 他不是因为别人的政策一直在变 是因为他自己的政策一直都在变 他上任到这会儿都已经十个月的时间了 还没有一个固定的一贯的对苏和对盟友的立场 那盟友们自然就得按照自己的步调 去调整自己对苏的这个战略呀 那该妥协的时候我们就得妥协呀 该下决心作战的时候我们就得下决心呢 肯尼迪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啊 很多次谈到当时盟友的这些态度 他到了都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 所以呢他就总结认为 他说这种变化呀 其实就是戴高乐和阿登纳主导的一种 专门针对美国的流氓绑架策略 这俩老家伙太坏了 所以可想而知 当格雷伟大使跟他说阿登纳的想法的时候 他有多么的愤怒 昨儿刚被戴高乐给骂完 今天阿登纳又派人过来骂我 你们真是故意跟少爷我作对啊 所以他当时就义正言辞的提醒这个格雷伟 说跟苏联人谈判啊 是军事斗争的真正前景 美国呀不会让出柏林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们要确保一旦我们走到路的尽头 那个时候啊 不会有人后悔的说 我们为什么当时没有更努力的去谈判 避免这场战争呢 而且他严肃的警告格雷伟 说德国人啊 不应该只是一味的否定美国的主张 你们应该拿出自己认为可行的建议来 你看肯尼迪少爷的这个风格 这不就是珠湾登陆那决策场景的在线吗 你说不行的时候 你必须得给我说出一个行的来 可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这时候问题就又出现了 你别忘了 现在攻击计划都已经做好了 你自己也点头认可了 可是后来呢 他又犹豫了 犹豫的原因呢 是不想打全面核战争 结果现在戴高乐和阿登纳一逼他 完了 少爷这脾气上来了 你看看他跟格雷伟说的是啥 德国人不要一味只是否定美国人的主张 你给我拿出一个建议来 你说说这话的时候 这不显然就是已经在赌气了吗 那可有意思了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核攻击计划 而且这个计划就是你们想要的 但是我现在脾气上来了 我就是赌气 我不用 你越说让我干 我就越不干 所以本来应该在柏林危机里头解决的事情 就被大大的往后拖了 那既然核的问题 你现在不敢往桌面上放 那你就只能把常规武器往上放了 那赫鲁晓夫那边呢 现在他是必须得干 他干不了他也得干 所以这就马上引发了 双方在战后最危险的一次军事对峙 怎么对峙的呢 我们下期继续 感谢你的收听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都希望你能多留言 多点赞 多评论 多转发 帮助我们这个节目继续成长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